这是我们的内部一个交流啊 就是很快很快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这个做一个demo吧 就是machine learning 在这个用这个python啊 这个这个demo是我是昨天晚上run了一下啊 昨天晚上run通了 然后呢 呃 今天下午呢 又传了个PPT是吧 其实基本上是按着我思路传的 像这些图都是我到网上去摘的啊 那个不一定能完全的反映出啊 就是这个比如这些概念 但是呢给大家一个印象就行了 因为这是我们内部的交流嘛 呃 那就是demo 我们做一个demo machine learning 为了是python 这是一个呃 我们完整性吧 这是这就是这个什么是machine learning 其实这个图像一个 我觉得像一个这个 比如可能更像一个人工智能 是吧 人工智能 当然machine learning是人工智能的一部分 但是人工智能其实跟我们所说的传统的machine learning 还是不一样的 我们传统的machine learning 基本上是站建立在统计 这个基础上 就是通过达成的数据 然后看到历史 看到看到历史的趋势 或者是呢 insight到不同的这种 啊 segmentation 然后classification 是吧 这是我们传统的 那个AI呢 AI基本上它的这个 这个 不太一样了 是吧 那这个可能更像一个 我觉得现在像这样的 像AI 就神经网络是吧 我们深度的深度的深度 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 CNN啊 这样呢 就是通过这个大量的图片的标签 标注的图片 然后最后通过那个算法 通过学习 然后最后能区分出什么是monkey 什么是kine 什么道路 是吧 这样的 这个不能完全说明是现在的machine learning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 machine learning 基本上就建立在 我们现在今天讲 machine learning 基本上就建立在统计学的基础上 然后根据历史的大量的数据 然后呢引用不同的算法 然后呢对它进行训练 然后最后呢测试 然后呢产生相应的模式 啊 人相对的模式呢 可以部署到这个系统上面 然后呢服务于真实的这个 生产环境下的这种需求 这就是这个machine learning 那这就是machine learning的一个pipeline 那有人也叫它这个workflow 基本上machine learning 首先其实这下面我觉得啊 这里面就是有几块 一个是提出问题 就是体验 就是你要有什么样的based requirement 是什么 你要用machine learning 是吧 就是问题 解决问题的 然后呢 就是数据 实际上就这就是数据的准备啊 准备大量的数据 这个数据准备呢 会在这个machine learning里面 会花到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 就是就是数据 而且数据绝对没有现成的 是吧 就这个 这是一个规矩 这是一个规则 数据是绝对不可能有现成的 所以这里面数据 你等会儿 我们去看对数据进行一些清洗啊 包括一些node的一些field 怎么来处理啊 对不对 然后有一些correlate 就是相关联的field 因为它在里面啊 会给机器学习 就那么这个这个 machine learning啊 产生confuse 所以说我们都要去除掉 是吧 就这是数据的准备 还有呢 数据在各个的数据园 你要把数据做aggregation啊 等等等等 这都是对数据做处理的啊 数据处理好的数据 应该是结构化的数据 这个是肯定的 基本上啊 它有color column就相当于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feature 就是factor啊 那个roll呢 就实际上是它的一个个的 这个真实的数据了 是它的这个真实的这种 呃 叫资料 是吧 真实的资料 那就是这样的 它基本上 我们的这个机器学习 要使用的数据 肯定是结构化数据的啊 基本上也不能有duplication啊 也应该是那种 几范式的 就是我们标准的这种 呃 结构化的这种数据 是吧 然后呢 有了这种数据呢 我们就开始train了 train这个model 一般在这个阶段 我们就是来介绍算法啊 就是我今天不会仔细的谈算法 因为算法这个东西很多 现在又有几百个 而且还在不停的在增加 是吧 这算法啊 那介绍相应的算法 在这个过程中 来进行train 对这个 machine learning 就开始train 是吧 进行train之后呢 哦 这这个他说了啊 选用核四 就是这个validate 它是validate 在这里面 它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啊 包括你的算法的选择 包括你数据是否健全 是吧 它都是一个反复的过程 那你train完之后 又产生了model 呃 那就会对它进行测试啊 就是是否它能满足你的要求 那等会我看 我们看一下这个train的data和测试的data 一般是70% 30%啊 这是一般的业界的一个standard 然后呢 你你train出来 如果是你的测试 就是你测试后 你这个model 是符合你这个 啊 target的 performance的 那你就可以把它作为你的生产环境下 publish 到你的生产环境下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例子了 那这个在生产环境下 你看这个生产环境的真实的数据 就会到你这个model里面 来进行 呃 fade in到这个model里面 它会产生相应的 啊 logic 是吧 产生相应的结果 来trigger 你实际的 就是你的生产运维的 就直接trigger你实际生产运维 是吧 包括你的推荐呢 包括你对这个产品的推荐 还有这个比如用户消费的趋势等等 是吧 都是在这里面来做了 所以我在这里面大概总结了一下 就是它一个pipeline应该是这样的 有了easue 有了question 就是我想解决什么样的easue 啊 然后那个数据要准备 为了解决这个easue 我们要做充分的数据准备 还有呢 采用箱的算法进行trick 然后最后测试 然后呢 满足我们的target的performance 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我们呃 完整的一个model 然后publish到我们生产环境下 那这个过程 其实这一条线 其实是个反复的过程 因为你你的这个 包括你整个pipeline 包括从数据采集 包括算法的应用 包括train啊 等等 包括你在split 你的training的数据和测试的数据 这都是一个一个过程 都是都需要去不停的优化的 是吧 那当然它的精度越高越好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machine learning的一个pipeline 其实在machine learning算法有很多 基本上我们把它分成两大类 那现在在AI里面 我们又又产生另外一类 我们就是这叫强化算法 强化算法 那这个这个现在我们传统的machine learning里面 就两类 就是supervised和unsupervised 其实在这里面 它有很多不同的定义 其实supervised就是它里面你的特征值 你所你的特征值 包括在它这个数据资料里面的 是吧 你的factor和你的特征值都在包括在里面 你就是这个你经过你的标注 那你的通过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学习呢 就可以根据你标注的数据来产生最佳的模式 这就是supervised unsupervised的就是 其实就是没有 你的特征值不包括在里面 其实你不知道 它会它会有产生什么样的output 你不知道 你比如最典型的supervised 这样的这个算法 那最典型的我们预测房价 是吧 预测房价 预测这个天气 是吧 这都是这个supervised 很显然 因为你是根据历史数据来预测未来的 那么这个unsupervised最典型的 我们比如做CRM 是吧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对客户进行画像 要把这个客户进行分类 叫segmentation 那这个我们不能预测到 我们要把客户怎么分类 是吧 怎么做classification 那这种就是典型的unsupervised 这就是这两个是非常明晰 就是特征值在里面的 值就value和factor都在里面的 feature都在里面的 我们叫supervised 我们不知道输出结果的 是吧 但是我们有一个 我们希望它做一些分类 classification segmentation 这是unsupervised 是吧 那现在这个AI 大家还有一个影响 就是那个强化学习 现在强化学习很厉害 强化学习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其实就是一个万能的函数 你可以把它想像一个万能函数 它定一个目标 它只定一个目标值 就是它比如 我就要战胜你 是吧 我这个旗类 我要战胜你 那它这个学习 就是它定一个目标值之后 它就是随意的来学习 通过算法 它只是fake out的 就是相当于 我就说一个 你比如定一个万能的函数 就是它经过 经过大量的数据的学习 大量算法的学习 就是你的输出 它最后能抓住后面的规律 产生最佳的 你的输入 产生最佳的输出 这就是那个强化学习 我们在这个 比如alpha狗 就alpha zero alpha zero还是 我们我觉得还是supervised 它是根据我们人类的这个经验 就是我们比如有几百万 这个旗帕 对决的这个结果 它是根据这里面的数据来学习的 但是后来alpha狗 alpha狗 它战胜了所有的旗类 所有人类 它把以前alpha zero完全完胜 alpha zero没有一点胜算 它就是一种强化算法 完全是靠它自己 然后对异啊 产生大量的数据 然后呢 在这种大量的数据里面 它找到最数据里面的规律 然后以自己的方式来博弈的 所以说这就叫增长线算法 这是一种这个人工智能领域 这种算法的一种突破 因为它完完超越了我们人类的智慧 它不用跟我们人类在学习了 而且它学习到的东西 我们人看不懂 根本看不懂 它远远超出我们人类 所理解的范围 就是后台的规律 所以这就是 基本上现在 其实我在这上面列了 supervised unsupervised 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强化学习算法 是吧 大家这样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科学家吧 一般我们谈到这个machine learning 就是数据科学家 是吧 大家都称之数据科学家 觉得这是什么很了不起的职位 其实它就是一个职位 其实我今天没有找到合适的图 没有好找到合适 这里面我在网上找到 这个是computer science 这个是mathematics和subject master expert 说实话 我给大家更正一下 在这个数据科学家里面 大多数数据科学家 你不用去发明算法 其实对这个统计学 对这个数学的要求 我觉得并不高 因为算法都是相对来说 是在哪了 他现在我们就说 刚才大概有几百个算法 而且还有新的算法 层出不穷 是吧 其实对这个要求不高 但是呢 大家因为算法 在他刚才谈到的pipeline里面 作为他一个重要的依据 所以他会把这个放在这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那个我认为这个要求不高 这个你要做数据科学家 你可以这个把它放在一边 那肯定的算子是不是需要 更不需要 其实在这一块 应该是数据处理的能力 我刚才谈到了 就是 其实在刚才 构数那个pipeline的时候 一个是 就是 其实对就是对那个 machine learning pipeline 就是workflow的一个 一个 每一个阶段 你的这个技术能力 那这里面包括你的数据 准备处理的能力 是吧 这里面还有包括ETL 你抓取各方面的数据啊 等等这方面的能力 还有对数据的把握 你要把这些数据 aggregation在一起 对吧 你要定计这种数据里面的 特征值 是吧 特征和他的值 等等等等 而且数据量 数据的大小 这个东西 是吧 这就是数据的能力 实际上就是对数据处理的能力 而不是concure science的能力 对数据处理的能力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在下面这个subject mind expert 我认为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行业背景 其实machine learning 现在用到各个领域了 你像每个领域都会用到 你包括安全领域 包括也太多太多了 是吧 各种各样的领域 这样的领域呢 其实抖闷 就是你这个领域的专家 是最重要的 最有价值的 而且这个领域的专家 不太容易train出来的 一般是在一个抖闷里面的专家 确实是通过多年积淀出来的 这个大家 所以说这个subject matter expert 这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么说你这个数据处理的能力 包括什么样的算法 understand整个pipeline等等 这个东西 你是可以后天来train的 是吧 如果你是一个 抖闷的一个export 那这些东西 你是可以把它掌握的 至于说这个mathematics 我觉得不重要 这个大家如果是有什么不同的认同 那大家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可以探讨 是吧 所以这就是那个data scientist 基本上data scientist 最重要的两个能力 一个是专业能力 你的抖闷 还有一个就是数据处理 然后go through这个 machine learning的pipeline的 是吧 这种整个的这样一个技能 那下面下面我们就快快的走一下吧 做一个 我去拦你的demo 这是就是我们首先刚才谈到了整个那个pipeline 首先你要提出问题 这个就是在这个问题里面 一定要清晰 它的它的context是什么 它的target是什么 它有什么样的数据 是吧 然后它的performance是什么 因为像这个 像这个performance 就是它的target的这个目标值啊 是你首先 就是你这个model成功失败的一个考量的因素吧 是吧 然后所以说是我们是 就是对一个健康数据 然后我们基于一个健康数据的一个data site 我们来创建一个预测的模型 然后呢 然后来看一看 就是这是糖尿病啊 dibits 是吧 糖尿病 就在这一群人里面 这个就根据它的很多特征 就是feature feature 然后呢 产生出这个70%或更多的这种accuracy 是吧 这个这个就是 就准确率要达到70% 就是我们根据那个 我们的一组data site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呃 产生 这个这群人 根据它的这个输入的 就是一行各个特征 它产生的这个 可能得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几率 是吧 准确率应该达到70% 这就是一个 ecio的一个描述啊 我们我还叫做 bins requirement 实际上就是ecio和questions 是吧 就是这样 那好了 那我们其实就是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代码 然后那个 我们就go through这个pip line了 首先 那我刚才提出ecio了 是吧 然后呢 就是data preparation 是吧 我们看一下data preparation 然后在下面走到 algorithm的这个selection 就是我们的算法选择 然后train train我们的这个data 然后呢 我们测试 然后其实后面呢 我列出来 我没有太多时间了 本来我想给大家 就这里面有个这个 偶核 就是密 就是overfitting 就是它叫什么 密偶核 叫什么呢 就是它的偶核度太强了 它精度太强了 反倒是真了 然后它解决方案是cross validation 在这里面我把它斜化了 就是我在里面不涉及到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啊 好 那我们去到我们的这个 Python的notebook里面吧 是吧 这个今天我只run了一遍啊 大家这个我们也许run会有问题 没关系的啊 只是把大家把这个过程 了解一下 只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吧 启动我们的Jupiter 然后 好了 我们到这个notebook来了啊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new一个 我们new一个python啊 我们命名 我们稍微的标准化一点 名字改不改 无所谓 machine learning with python 是吧 machine learning demo with python 然后呢 其实我们就是一步步来 我们把我们的library输入进去啊 然后呢 我们把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数据文件 是吧 我们漏的进来啊 就是把我们的数据集啊 那个文件漏的进来 是吧 好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文件的一些情况啊 好了 这是大概有10个feature 就是10个color 大概有760行 是不是啊 这是大家的情况 如果看看文件的结构呢 我们看一下吧 我们看一下前五个 是吧 前10个吧 好 我们不去考究这些东西啊 就是你看 这是大概有10个啊 10个color 然后呢 这是前10行的这个数据数据信息 是吧 啊 这是那个 你是否这个得这个debit 是吧 糖尿病啊 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呢 我们看一看 就一般的啊 现在我们开始把数据漏进来 开始我们对数据做一些轻易整理 我们要把一些空的啊 如果是空的 我们要去掉 那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空的 就是有没有空数据呢 空行的是吧 好 其实我们这里面没有空啊 没有弄是吧 这个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 还有一个 其实我们一个是看有没有空行 是吧 我们把它去掉 它是没有的 我们还有一个看 其实在我们考核这个数据的 它的质量的时候 还有一个它的相关性 叫correlation 是吧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些数据呢 就是我们这个column之间 是不是有相 就是这个column之间 它代表的数据 是不是相关联 那相关联的数据 我们要把它去掉 为什么呢 如果两行 两个column里面的数据相关联 它会让我们算法 产生不准确 所以我们把它去 我们看一下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这是这是这个 我们看一下它的相关性 你看啊 如果是 这个行全是一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一样的 它是这个 这个column都是一样 它相关性是百分之百 是不是 那我们再看一看 有没有像这些相关性 就很弱了 零点几零点几 负零点几 是吧 那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啊 这个你看skin 这个是一 是不是 就是它跟 thinkness跟skin是一 你发现了吗 大家这个相关性 是百分之百 那我们再看看这边 skin 在这个skin 相关性是什么解释 相关性就是它两个 这个column里面 它的factor反映了一个 反映了一个内容 一种内容 只是不同的 这种展示的方式 叫相关性 那在这个里面 怎么样体现出来的 这个你这个 就是它的 如果是一 它就是百分之百相关 你想这两个是一致的吗 它就是一嘛 对不对 不是这个 从人为的角度来讲 判断 如何能判断 这两个是相关的 其实人为的角度是这样的 它这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它这个一般的是 domain 来看这样的东西 就是如果是医生 它这个一看 它就是相关性的 但是我们是非专家 所以我们是通过它里面 函数来看一下 就从这个表面的 这个数据的情况下 它后面来判断一下 它是否相关联 然后我们既然关联了 那我们就不需要 再保留它了 对不对 就在我们要去 可以去掉 一组吧 就一个column 是吧 我们把skin去掉 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吧 去掉了没有 好了 这个已经去掉了 好了 我们这个相关性 我们就是 我们现在只是给大家 做一个最简单的demo 就是怎么来清理数据 是吧 把相关的这种column 我们把它解化 去掉 然后呢 然后还有一种啊 就是大家看到了 这个数据结构啊 在这个debit 是true和false 这个程序 这个在母线learning 在true的时候很麻烦 所以我们会把它 比如我们true 把它变成1 false变成0啊 好了 我们看一下啊 5吧 5是太长了啊 好了 我们变好了 是吧 变好了 那么说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阶段呢 我们算是把这个数据啊 我们就说 给大家介绍最简单的 这个数据处理的方式 是吧 我们把correlation的 correlate的相关的 correlation把它去掉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比如这不是true和false 在机器学习不太认同的 不太不能认知的 这种test 这种spring 是吧 Stream 我们变成01 那么现在我们开始这个 这个数据已经ride了 我们开始 拆分 哪些数据呢 有多少数据 是要用来train的 有哪些数据 是用来测试的 这个我们现在 来做这件事情 那个code 我们不去详细的看它 是吧 只是在这里面 我们通过这个 import这个library 然后来对train的数据 和那个test的数据 我们来进行拆分 在这个test数据 我们占到0.3% 这个是一个随机数 随机数 它就是通过随机的 来拆分的 我们给这个42 然后这一段呢 它就把这个test数据 和train的数据 70% 30% 来进行拆分 然后呢 这个拆分的这个 它是这个 我们一般在machine learning 拆分 就是我们将 我们有几个要求啊 一个是30% 作为测试数据 70% 作为train的数据 还有一个70%和30% 我们需要的value 我们需要输出的value 都应该有一定的含量 是吧 不能如果是随机数 没有没有给定的好 那么你比如这个true 都是true 都是false 那就影响了 这个machine learning学习 它又confuse machine learning 然后呢 产生不精确的输出 我们这样 我们看一下 拆分的结果 我们大概看一看 我们的这个true啊false 包括我们特征值 包括true and false 它是否分配的合理 好 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合理 是不是 我们猜分好的之后 在这个case里面 true是占到34% 然后呢false 65% 非常的均衡 然后呢 60%将近70% 是在train的data site里面 30.08% 是在test site里面 是吧 然后你看那true和false 基本上34% 65% 还有那个在true的true和false 你看都非常的 这个分布的 非常的合理 是吧 34%65%等等 所以说我们说明我们这个一个是true的数据集和测试的数据集 我们准备的相对是是完善的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数据吧 好 这个是数据 是吧 但是大家会看到这里面有个零啊 像这个零 零这个确实是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吧 像这个零 就是像这样 我不知道这什么东西啊 但是这个零 肯定是没有不代表意义的 呃 一般的遇到这情况会怎么办呢 这是我们在对数据集在做一些check 是吧 发现有零 就是所谓的空数 没有用的数据 一般的我们在抹身learning的时候 一般的这时候的我们如果是domain 是吧 我们是domain expert 其实我们能需要人为的来填入相关的数据 是吧 还把这些数据填成minifold的 是吧 或者我们取一个权重中间值等等等等 是吧 这是domain的 但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刚才这样 刚才黄教授问啊 那个什么correlation 他自己能判断出来 是 老生learning他自己能判断出来 他后台library 那么在这个里面 我们相对零的这个情况 我们给他一个权重吧 我们就给他一个min 是吧 那这个min呢 这个抹身learning学习的时候 他就会把它啊 当成这个一个一个数 反正是他通过学习的时候 他会通过算法来适度的来决定他的权重 是吧 来不影响他的学习进程 所以说我们 我们给他一个设置一个strategy的值 这个strategy的值就是min 他那个继续学习的这个算法呢 他能认知到他 然后给他填入合适的权重的值 好了 那现在我们这个数据 刚才数据 经过数据清洗是吧 然后我们去掉了数据之间相关联的这种color 然后呢 我们把给他的空 然后做了一些处理是吧 或者给他零 做了一些处理 那现在这个数据 那现在这个数据 包括那个我们对啊 他的train的数据和测试的数据 我们70% 30% 而且我们对这个测试的这个train的数据和测试的数据里面的output 这值我们也看了 他在一个合理的 因为太稀疏了 当然你的motion learning的出书结果就不对了 他学习也不行 测试也不行吧 是吧 然后那个那现在我们我们开始选择开始train了 我们开始选择合适的算法了 是吧 算法我刚才忘提了 这个算法这个这个我刚才没有提啊 这个算法我给漏掉了啊 在这里面算法 我本来是要给他提的 其实我们算法有好多好多好多种 但是在这个里面啊 我给大家建议啊 就在这里面我漏掉了啊 在这里算法选择我们基本上是regration 是吧 我们就采用regration 就是supervised regression通过logistic 这里面有这个 naive base啊 naive base 我没有列出来忘了啊 还有一个logistic logistics regression 还有一个decentrate 他们都是属于统计的一种这种 supervised 这种算法 那么说我们为了简化 是吧 其实我们可以 那么你像这个naive base 它这个是最简单的 速度最快 是吧 但是呢 它适合于简单的一些prediction 一种预测的模式 那么说那个logistic regression 那它相对来复杂一些 而且它的进步会高一些 那么decentrate 它是按照这个数据的那种格式 就是数状的那种格式 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来进行推理和统计预测的 所以它的进步会高 但是它的这个要求数量大 而且呢 它的那个运行的时间长 是吧 我们其实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采用naive base 这种 这种regulation 这种算法 来做我们的这个模型的train和测试 我们选择这个naive base 这个简单 这个算法非常简单 非常快 它就基本上不停留 它就能出结果 是吧 我们做demo非常好 好了 那这个就基本上就存完了 是吧 这个就存完了 就是它经过运算 然后它产生了一个model 那我们现在看一看 我们现在看一看 它在train的这个数据里面 它的精度 用train 用train 这样的数据集 然后我们看看我们的model 它的数据的精度 好 这是精度 对我们的模式精度 它是75% 我们刚才 我们刚才在这个 business requirement 做这个issue question 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的target的这个精度 是70% 也就是说 基于我们training 这个数据side的产生的模型 它的精度是非常好的 是吧 那我们看一看 如果是我们的测试数据集 在里面 如果我们的model产生的精度是多少 是吧 好 这我们是0.73%是吧 包括我们的数据集 包括我们的数据集 的数据集 我们要进行不同的这个数据集的整合 然后这是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pipeline 是一个反复的过程 不是一次就完成的 然后其实有一个过度偶合的问题 刚才我刚才写线了 我不想给大家多讲了 过度和overfitting 这个overfitting呢 在这个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特别在神经网络的这个算法的应用上面 这个overfitting是一定要要给它一个偏量的值 就是这个它有一个叫t度 t度它有时候你要给它一个合适的一个参数值 它的这个t度的这个t度的变化才平滑 对吧 它叫overfitting 如果你过于的精准了 反倒它的这个波动非常大 反倒是失真了 那在在我们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里面也一样的 刚才谈到这个算法里面 我们也谈到了overfitting 在我们真实的环境下 overfitting我们是要处理的 一般我们就要cross validation 是吧 这是一种方式 今天在这个上面我就不去讲了 因为今天只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demo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内部的一个交流 给大家介绍一下machine learning 然后machine learning大概的一个情况 它的pipeline 然后呢做了一个简单的demo 来预测这个debit 根据一个数据集 我们提供的数据 然后呢go through这个pipeline 来预测出啊 这个来产生这个模型 是吧 那这个现在模型产生之后 我们会干什么呢 我们会把这个模型 其实在真实的环境下 我们要对它优化 是吧 然后再是 然后再返回到整个的一个完整的life cycle里面 就在这个我们go through这个pipeline 就go through这个pipeline 我们要把它持续的优化 优化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把它布置到生产环境下 实际上就在我们把它布置到环境下 然后你一个人 一个个体 然后它有相应的 一个一行肉的一个数据 把这个数据飞进到这个model里面 那这个model 就会给你predict出来 它可能是吧 产生这个糖尿病的几率 是吧 就是这样 这就是一个反正非常简单 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个 这个motion learning的 基本的吧 基本的一个概念 和一个 基本的一个 一个demo for这个motion learning pipeline 是吧 这个就是今天我大概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杨老师非常好 这个不仅介绍这个machine learning 而且还用python来实现这个machine learning 我觉得这个python本身很强大 它自己就完全可以处理这个数据 而且我对刚才那个correlation比较感兴趣 就是它自己能够分析出数据的相关性 然后可以去除一些干扰建模的一些column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刚才您的这个sumple 大概好像700多行 所以我就想 我就想这个本身 这个python如果像我们做大一点的 像这个预测的话 我们如果需要数据量比较大的话 python本身自己能handle吗 python它对数据量没关系 就是其实python本身不会 是跟你的计算机 就计算机的 基数的计算能没有关系 数据量没有关系 它都可以handle 这就是以后要用的PPU的概念 这些CPU还是有一定的 就是本身python本身它的library 它是能处理大数据的 但是你这个关键你的运算能力 还有你的纯属能力 还有你的memory 是你的机子本身来决定的 它的处理处理的这个量处理的速度 你比如像这个很快了 你要是像那次我跟大家讲2的时候 就非常慢 2我们采用算法来预测航班的准确率 我要等5分钟以上 你看这个就非常快 因为它数据集很小 而且拿eve base 它这个算法很快 它比这个比如logistics 或者是regration呢 或者比design trade至少快100倍 其实我刚才看您在准备数据的时候 导入的是一个csv的法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python它可以直接access到其他类型的数据库 是吧应该 可以的 我现在这个数据集 我是用csv来决定的 你可以用excel都可以的 excel上百万行是吧 都可以 没有理由 一个失败 一个excel都可以 好 谢谢 没问题 没问题 很清楚 就是一个 其实最简单 其实让大家通过这个就了解了 这个machine learning 就是这样做的 是吧 就是这样一个 一个fundamental的一个pipeline 就是这样来实现的 然后下次可能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AI 我找一个例子吧 给大家介绍一下AI AI跟machine learning 跟我们传统的machine learning 还是不一样的 是吧 然后下次我可能会给大家介绍一个 这个 刚才谈到的这个 这个 像这个 像这个 就通过神经网络来做 是吧 CN来做 这个图片 你要标注这个图片吧 然后它来识别 是猫还是狗 是吧 一般能识别出猫 是吧 就可以了 或者是 这就是典型的 这个图片识别 image的识别 那这个就是AI 就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一种解决方案了 现在这个已经很标准 关键很多人 见了很多很多的空 所以 他labor 就是 Python Python非常好用 Python非常好使用 我觉得 它的这个learning curve 很简单 如果你以前做程序语言的话 你是developer的话 学Python几乎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curl 很快 就是说你现在可能就是 关键一点就是你要掌握 有那么多数量的这个labor 以及他们的用途 否则的话 你用的不好 可能得到的效果也不太好 其实Python呢 学Python本身这个语言的 有什么难度 学Python是它大量的labor 你要是熟悉它 对 没有什么难度 你要熟悉它 还有一个对算法的选择 你需要对算法有所了解 就是你不需要了解 这个算法是怎么build的 但是你至少知道这个算法 是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是吧 这就是能做到 关键是我说呀 不是这个作为你 比如像这个machine learning 最多的这个职位 就是大家想到的 就是data scientist 所以data scientist来说 最主要的一个技能 最主要的它的这个能力 是它的一个domain 就是它你比如说安全的 data scientist 做金融的 据这个风险预测的 它需要有这个 它需要非常强大 这个越强大越厉害 而本身对数据处理的能力 包括goin through 整个的machine learning的pipeline 我觉得这个都会 通过后天的学习 都可以学到了 但是抖闷的knowledge base 特别像你是CM的export 很难 你要是没有在这个职场里 拼扎是吧 滚打 你很难成为CM的export 所以这是一种抖闷 这懂分道理是最有价值的